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的银啊 就在这个土岗上 大家看 它呢应该就是一个小规模的永定银 然后这边也是有望柱 有石像生 哇 这石马好瘦啊 这是两座石虎 这是石阳 这是文臣 这个地方呢 是镇灵的狮子啊 两座狮子 这儿有一个坡 咱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这个下边大家看 非常多的木砖 还有这个 也可能是地上建筑的残骸 从那上去 有两个石人 它的灵现在过不去了 灵种 就围起来了 可能是被谁家的果园给围起来了 这是它的灵种 大家可以看到啊 硫黄后的灵呢 它的神道啊 现在是一片菜地 两座镇灵的狮子啊 就仰望着这片菜地 保护着它的主人 那么这位刘皇后啊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后呢 刘娥大概是宋代最传奇的一位皇后 而且她可能是武则天之后 离地位最近的一个女人 其实宋真宗的首任皇后并不是刘娥 但刘娥的第一任丈夫 也不是宋真宗 她从小父母双亡 寄养在母亲的娘家 长大后做了一名歌女 说好听了是歌女 说不好听呢 司马光的素水济文里 用了仓妇这样的词 你懂的 起初刘娥嫁给了一个叫 龚美的银匠 老公就带着她来到了东京汴梁 可是龚美的买卖做的不好 温饱都解决不了 于是她决定不但卖银 银子的银 不但卖银还卖人 把自己的媳妇上架出售了 而且有可能卖了个大价钱 因为买家是韩王赵衡 这一来 刘娥和龚美的命运都发生了乾坤大挪移 因为韩王赵衡就是后来的皇帝宋真宗 而赵衡还特别喜爱刘娥 就连父亲宋太宗棒打鸳鸯都没能拆散他俩 公元1012年 刘娥被真宗赵衡立为了皇后 不过因为刘娥的出身太卑微 真宗立他的阻力也非常大 先是寇准等朝廷骨干大臣极力反对 后来连起草策立招书的汉林学士都罢工了 但不管怎么样 刘娥还是在一片反对声中 成了大宋皇帝的后宫之主 那么说她的前夫公媒怎么样了呢 咱们接着聊 十年之后 宋真宗驾崩 十二岁的赵真继位 刘太后垂帘听政 在此之前 刘娥做了一系列的部署 寇准等大臣当初不是反对立他为后吗 统统给贬出京城 后来他曾经的盟友丁卫曹利用等人 也因为揽权被他赶出了京城 刘娥真正做到了 全情内外在大宋王朝说一不二 那这个时候的刘太后 到底有没有称帝的打算呢 她确实有想过 虽然宋史中记载 刘娥曾经把那些呼吁她称帝的奏章辞碎 表示不会做僭越的事 但这并不代表她不想僭越 当时有个刚正不阿的大臣叫鲁宗道 有一次刘太后问鲁宗道 你说武则天这个人咋样啊 鲁宗道说她是大唐的罪人 危害江山社稷 刘娥的反应是啥 宋史记载后莫然 不说话了 从鲁宗道的回答来看 显然察觉出刘太后问话的用意了 就是在说谷欲襟 后来方仲公和成林尚书挑破了窗户指 呼吁刘娥效法武则天 大臣们都不敢发表意见 又是鲁宗道站出来强烈反对 公元1032年 刘娥竟然决定 穿帝王的滚服参加祭祀大典 这次是燕书薛奎挺身而出 对他穿地方服饰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这都说明刘娥确实有成帝之心 但是经过谨慎的试探之后 发现没多少人支持 不得已而作罢了 而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当时的宋人就这么看 在刘太后去世的1033年 掌握大权的宋仁宗打算废掉郭皇后 宰相吕玉简坚决支持 可其他大臣们都沸腾了 要去找仁宗说理去 结果仁宗一旨招书 先把范仲淹等反对派贬出了京城 这个时候复辟上了一篇著名的 《上仁宗论废敌后逐建臣书》 里边明确说 当时刘太后想效仿武则天 还不是因为有几个忠臣反对 才没让他得逞吗 这就看出来刘娥想称帝这事 不是什么秘密 那么说他为啥停留在想象阶段 而没有付诸行动呢 表面上看是文官集团的阻力太大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刘娥的外戚不给力 武则天能称帝 没有武家人出力是办不到的 但刘娥压根没娘家人 宋室里有记载说刘娥的父亲和祖父 一个做过大宋的刺史 一个曾任厚瀚的幼宵魏大将军 按理说 这出身可不一般 就算父母双亡 家族里也应该有其他人吧 可是他惨到沦落为一个歌女 后来嫁给了银匠公美 又被他老公老公挂牌出售 这些遭遇家里人为啥做事不管呢 只能说明刘娥父母双亡后 家里实在没别人了 当然或许她的出身是做了皇后之后篡改的 真实的刘娥出身于贫苦之家也说不定 既然是贫苦之家 家里亲戚自然没能力管一个无父无母的小女孩了 但宋史中还有明确记载 真宗继位后刘娥入宫被封为美人 以其无宗族乃更以美为兄弟 这个美就是指公美 就是说他没有宗族 只能把前夫公美改成为自己的兄弟 你看但凡能有个亲戚 也不至于认自己的前夫为哥哥吧 所以这位可怜的刘皇后真的是截然一身孤苦伶仃 而皇后唯一的外戚 竟然是自己的前夫哥 这也算是古今奇闻了 更奇的是刘娥入宫之后 宫美就随了前妻的姓改刘美了 但唯一的外戚也无法给刘娥称帝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刘美被封为五圣军节度观察室 可刘美病死的时候真宗还活着 有意思的是前夫哥还给刘娥扩展了其他外戚 有个叫前尾眼的兵部尚书为了巴结刘娥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美 这样前尾眼也成了刘娥的拐弯外戚 问题是这位前尚书在朝中的口碑极差 就差被人脆一口吐沫了 刘娥怎么可能靠这样的人当女皇呢 是吧 那就没人可依靠了 文臣集团的吕一简 燕书这些人心系赵宋 帮助刘娥掌权的曹利用丁卫这些人 又被他亲手赶出了中央 最可能忠于自己的外戚 他是一个也没有 所以刘娥垂帘听证后 看似手握权柄 实际上能做的也只有帮赵家过渡一下 虽然有心僭越 也只能穿上滚服 在典礼中过过淫巴了 可能有的朋友想问 这座皇后陵被盗了没有 在灵台的北部有一个明显的塌陷 塌陷的下面就是盗洞 当年金军大肆道谢宋陵 想必那个时候 这座后陵就已经被挖开 后来蒙古人焚烧宋陵的地上建筑 在南门雀遗址上 我找到的这些碎砖瓦 可能就是当年雀台上的建筑遗存 刘皇后的陵墓虽然被盗 她留给后人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最著名的狸猫幻太子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根据正史的记载 幻太子确实真实存在 不过不是用狸猫换的 公元1010年 刘娥的侍女李氏 为真宗生下了皇子赵寿义 也就是后来的人宗赵真 可赵寿义的生母 却被换成了刘娥 但不是刘娥 为向皇帝争宠去偷的孩子 而是皇帝和刘娥两个人共同决定 让李氏替刘娥生下赵寿义 况且赵寿义做了刘娥的儿子 这在当时的法理上没有任何问题 李氏只是没有身份的侍女 她是没有权利做皇子母亲的 让当时的德妃刘氏做赵寿义的嫡母 千百年来这就是皇家的规则 当然真宗和刘娥确实隐瞒了事实 可原因不是故事里的二妃争宠 是皇帝与朝臣之间在利后问题上的博弈 在这之前 朝中大臣坚决反对李出身低微的刘娥为后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真宗也不能为所欲为 况且他要对付的是扣准王诞这些立了大功的硬骨头 此时真宗的前五个儿子全部夭折 如果刘娥能给皇帝生下一个儿子 保证皇位继承 那大臣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刘娥无法生育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借父生子的办法 不过这样做有个副作用 既然这事对外隐瞒 自然也不能让赵真知道 赵真成为皇帝之后 一旦知道自己的生母并非太后 而是另有其人 那幼小的人宗难免会对狄母怀有怨气 帝后之间的矛盾也在所难免 更可怕的是 如果人宗和大臣们合伙把李氏立为太后 刘娥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可贵的是 刘娥并没有因此除掉李氏以绝后患 他在垂帘听证后 让李氏和自己又共存了十年 直到李氏病死 刘娥都没有加害他 还将他禁封为臣妃 并且按照皇后的礼仪 安葬了李氏 这是对李氏毫无怨言 从没有把自己当作皇帝母亲的一种回报 可刘娥在这事上确实冒了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说黎毛幻太子的谜案背后其实是一个温情而又伤感的故事 一个明知道亲生儿子是谁 却只能默默牺牲自己终身不能母子相认的侍女 一个明明可以产出后患 却克制半生承受内心折磨的皇后 他们的共存成就了一个没有因为杀母之仇而心里扭曲的孩子 这才有了北宋或者历史上最清真爱民的皇帝宋仁宗 好了刘皇后的铃子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